好這支影片來演示奇異博士 這個角色 因為總共有八個職業 那這支影片就演示這一支吧 奇異博士算是相當多人選的 帥氣的臉龐 所以下方有自動戰鬥 他就會自己飛起來了 我已經到達了一個新航空 我已經到達了一個新航空 看一下三技能 哇 一個球飛出去 這輸出真的是好強喔 好奇妙 看一下大招 喔 完全都是範圍的 純粹的一個範圍型法師 一個隱藍應該會保持它們 當我處理更重要的事 這應該會做到的 我這邊還在修一次大招 這輸出太猛了 我玩其他職業都沒有像他清怪那麼快的 三條了 瞬移 這招閃一下 第四招是像魔法陣 這招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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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角色試玩下來 他的清怪能力非常強 而且他還有導電的特性 所以怪啊 電力好像在怪的身邊還會進行反彈 難怪那麼多人去選他 是在老外的部分好像挺喜歡奇異博士的 好那到這邊劇情就是一樣了 這邊是裝備 上面是裝備啊 下面是插卡 那你可以點選自動裝備就行了 自動裝備旁邊這裡 這邊應該算是什麼 服裝 你可以怎麼去搭配怎樣的服裝啊 那就不會不會影響你裝備上的穿著 技能部分 他不僅有這幾招啊 他還有很多招還沒有開啟的 這個是等之後你就拿幾招對你本身有用處 就可以選擇他 那左下方這邊還有第一招還可以進階 隨著你等級提升他就會不斷的進階你的招式了 所以換算下來招式是非常多的 好啦本支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組隊戰鬥影片 可以到片尾推薦影片 就能找得到專屬清單了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